锅中水烧开了,撒上点毛毛盐,然后把洗净的小黄瓜下锅,相信这道菜很多老铁都吃过,但是平时在家怎么也是做不好,今天就把这个简单的方法分享给大家,先用清水把这个小黄瓜给它洗净,锅中水烧开了,撒上点毛毛盐,然后把洗净的小黄瓜下锅,把这个小黄瓜给它焯水一分钟,这样口感会更加的清脆,用凉水把这个小黄瓜给它投凉了,再用厨房纸巾给它擦干水分了。 把这个小黄瓜给它切去两头,这样更加的容易入味,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却能让我高兴一整天,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我点一个,鼓励一下呗,非常的感谢。 这个酸黄瓜要想好吃,一定要放上一些茴香,再把这个小黄瓜整齐的插在瓶子里,放上一些酱片,再放上一些大蒜,再放上一把小辣椒,一勺的精盐,一小把没过去的冰糖,一把花椒粒,再放上一小包这个卤酸发酵菌。 这一袋子里面有十小包,每次只需要这一小包,用它呀,去腌个蒜菜呀,腌个泡菜呀,不容易腐烂,还可以快速的发酵。 外面卖的酸黄瓜,蒜菜呀,用的都是它,加上没过黄瓜的凉白铠,然后给它密封保存,腌制24小时以后,即可开吃。 这样做的酸黄瓜,口感非常的脆确,喜欢呢,你也试试吧。